内容修补的功能 那再讲一遍,这六个工具叫做选取跟移动工具 接下来这边有条横线哦 接下来到这里这地方,完全是修图的功能 修图绘制,压的不放 这边呢,右下角有个箭头,这边我们刚介绍的污点修补 跟修复笔刷,你看修补内容,修补内容做什么呢? 你要先画一个区块给他,譬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区块我觉得有问题,我拉过来 我想来这里跟他要,你就移到这里来 所以就把这里搬到这里来 再画这个区块,这个区块我会自己指定 那我来这里跟他要,就把这里搬到这里来 他做法是,这一块啊 要跟谁要,当然不能,你不可以来这里跟他要 那个嘴巴就到这里,这里看,你这样做就 一定是跟旁边的啦,譬如说这一块,当然这一点点 那跟谁要,跟这里要 来,所以在修图的时候Ctrl D 这个黑白一闪一闪的,我们就称为选取 选取取消是用哪一个,Ctrl键加D 什么时候被快速键,通常都是这时候才去看 因为等下用,那Ctrl加是放大 噢,碰到格子上不好看,Ctrl简是缩小 这张图其实很小,噢,再看一次修补功能,这一颗 补破了,补破了,这个区块有问题 我希望你来跟这里要 当然通常我们要之前,在玩 Photoshop,你要有个概念喔 如果你这时候有选取区,这时候旁边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针对它 所以如果我要换别的地方,记得 左手应该在Ctrl D,Standby 取消,我要重来 做什么事情,也许我觉得 应该把一些地方先弄一下 第一颗就直接点就好了 第一颗,第一颗就直接点就好了 第一颗就直接点 好,来,那第三颗呢 就是,第二颗是告诉它的来源 第三颗是什么 这个地方不好,我把它框起来 移到这里来去跟这里要 这地方不好,我把它框起来 移到这里去跟它要 按空白键,Ctrl D,取消,按空白键,就变成熟 你可以这样来做 这样要把字去掉,当然也都OK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要选取来这里 这里只能跟隔壁在要,那个就可以把它去掉 这里呢 搬过来就跟这里要 所以这边都在做修图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内容感知移动工具 内容感知移动工具,这个翻译就不合适 待会我们就开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 来,开起就挡 来,等一下呢,我们再去开 好像是第八课那个翻译比较合适一点点 从这里可以回上一层 这里 好像在第八课里面吧 来,我们把这开起来 我想针对这个鸽子要把它搬家 那怎么搬家 你不会搬家简单了吧 我把它选起来,把它搬到旁边去就好了 搬起来 目前是在选取 移动选取方块 这个 这个选取需选起来 因为目前在背景图 来,把它点一下吧 按两下把它盖成一般图层 目前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这个 我在拉这个叫制作图层 那选起来的时候预设现在这个 这个在选这个哦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可以选一下,现在是在调整什么 区块 如果确定完以后呢 好,用移动工具 移动工具,你看一下 不是这样啦 移动是整个把它搬走了 你看见吗 我不是要这个 我是要把这个鸟搬家 来,Ctrl D取消选取 这时候搬家你就用哪一个 这个,这个 内容感知并移动 那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鸟要搬家就直接选起来 连这个角一起选 我想把它搬到右边来哦 搬到右边来 我搬给你看 搬过来的时候呢 放开 它自己把它消失 消失完这个鸟 它会把针这旁边的藏椅 都把草帮你补上哦 这是非常神奇的 你看见吗 然后把它关闭再开一次 回到这里来好了 开起来长这样对不对 这个你要搬家 如果使用这种搬家呢 我选起来预设叫选取工具 接着使用什么工具 这叫移动工具 移动完 那本来背景就这样了 移动完怎么黑黑的 因为这背景色是黑的 来 我回到这里来 如果我的背景色是白的 那你把它选起来 老师我不要选这个 我选这个拖曳 我像刚刚这样 这叫套手工具 我自己框啦 框到结束点合起来 好 移动就这个 这个目前在这边是移动范围 我这框好了不要再移动了 使用这一颗叫移动工具 帮你把它移动是怎样 是把它挖掉呢 老师我不要挖掉啦 那等一下再看那个 没关系 那这个呢 要怎么移 你要使用这个来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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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感知 你把移植的时候 那会怎样 他重新运算哦 等他一下 他就把这个移掉的地方 自动帮你补草地 那一样的 这个我要把搬家搬到旁边来 搬到这里来 这是Photoshop非常强的地方 这叫AI计算 AI帮你做计算 哦,这个可以搬家 那完掉的 这个是移动这里 对不对 如果移的不好 重新再来 有新的就能没有 上次提过 如果要两个加在一起 是用这个嘛 我现在再想把它搬家 搬到这里来 我想把它搬到这里来 那这边他自动会计算 就把它补草地过来 当然这时候 你不要留着这个空白 要最后是怎样 叫取消选举Ctrl D 好,来 那各位就试一下这两颗 这修补,刚刚试过 修补再复习一下 Ctrl加 修补工具就这颗 第三颗什么 这个地方不要框起来 移到这里来 把这里皮肤补过来给他 来,各位再试一下 我再试一下